美俄核对抗又加剧了 有两条分别来自于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器的部署行动的消息 一条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总裁 他叫鲍里索夫 昨天对外正式宣布的 说俄罗斯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现在已经正式进入战备之情了 另外一条是美国空军的B-2隐形轰炸机 被派往挪威做前沿部署 分别说一下这两个武器 先说萨尔玛特导弹 它是目前全球威力最大射程最远的战略核武器 也是俄罗斯对美国构成战略核威慑的主力信号 这萨尔玛特导弹在去年的时候就多次进行了发射试验 它一枚导弹足可以摧毁一个中等的国家 那么现在正式进入部署 进入到战备执行状态 随时可以发射 也就意味着对美国已经构成了现实的核战略威胁 这是一个 相比之下美国空军的B-2隐形轰炸机 部署到挪威 这里头的名堂就相对更多一点 我们大家都知道B-2隐形轰炸机 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唯一一款实战部署的隐形轰炸机 它平时是以美国本土为基地的 阶段性的会部署到欧洲 那么到了欧洲 基本上都是在英国南部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进行部署 而这一次这B-2隐形轰炸机一改以往 没有去英国 而是派到了北欧的挪威 那有一个叫厄兰空军基地 按挪威的媒体报道 这是B-2隐形轰炸机第一次来到挪威 也是第一次来到欧洲大陆 这儿呢距离俄罗斯本土更近了 完全不需要空中加油 这个B-2隐形轰炸机就可以对俄罗斯本土纵身内目标 实施隐蔽图防 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核刺刀 更加抵近到了俄罗斯人的家门口了 去年啊 美国的B-52轰炸机就曾经到了波罗的海 到了甚彼得堡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之外 模拟进行了远程的巡航导弹核攻击的手段 现在啊 更加先进的B-2隐形轰炸机也来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俄乌冲突 美俄双方都把自己的杀手锏拿出来了 俄罗斯拿出来的是萨尔玛特这个大杀器 而美国则是把全球唯一的一种隐形轰炸机也派上阵了 俄乌冲突爆发之前 当时普京曾经拎着核密码箱啊 参与到了俄罗斯战略核威慑演习之中 外界也不停的有消息说 俄罗斯如果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作战失利 很有可能会动用战术核武器 此外呢 就在两三个月前 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也已经部署到了白俄罗斯境内 而相比之下 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在欧洲部署的要更加广泛 现在最新消息有说 美国的战术核武器还要进一步部署到英国 从去年美国在欧洲的这种战术核武器的平时演习的规模持续时间也进一步延长了 我们讲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爆发核战争可能性非常小 就像美国总统拜登所说的一样 如果一旦美俄之间发生武装冲突 那就是核战争 就是世界大战 就是人类的末日 这个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现在都不敢轻易卖过这个门槛 但是平时这种核对抗却在不断的加剧 尤其是美国动不动就把核武器或者是核武器的投掷平台 抵近到俄罗斯的家门口 这所造成的战略风险非常之大 美国人真的应该收敛一下